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晚睡得好吧 好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了 那昨晚调音讲完 简单的讲 原始点应该算是一个小总结 那接下来 所有的每一个单元要谈的就是 它再把理论方面讲得更细腻一点 好 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是要讲音 音里面的一个 我们说所有疾病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 对吧 而且里面的音中之音就是热能 因为我们最后看 但病情的好转以恶化是看体力 也就是热能 是吧 热能反应在外的就是体力 生死的判断也是看热能 所以这个热能应该是我认为 音里面最为重要 但恰好是西方医学不谈的 那我们就把这一块的理论 把它陈述一下 好 我们 我们开始请常见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需要热能来推动 可见热能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且由于组织器官运作可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 故组织器官运作与热能作用是相互依存 好 这很奇妙 我们热能它向电力要推动组织器官 来让我们生命维持下去 但相反的组织器官的运作 也会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怎么样 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热能 所以他们彼此怎么样 互相依存 是这样的关系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在此情形下 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会只增不减 比如饮食 身体虽可将温热性或寒凉性食物 经组织器官吸收后 转化成能够提供身体使用的热能 但维持组织器官运作却会消耗热能 同理 改善体商热能也不会只减不增 比如按推与运动 虽然他们会消耗热能 但也正因此才能使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加快将食物吸收 转化成热能 由此可见 改善热能不足 如此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好所以这一段看下来 我们清楚了 为什么按推还要配合热源 是不是按推会消耗热能 但你没有按推 体商又不能解开 有时候热又补不进去 所以也不用特别强调说 哎呀按推一定会消耗热能 我不敢按推 但你没有按推热能就进不来 一样的 所以没有一个法 能够说单独治所有的病 所以原始点它必须要各种方法 互相配合 然后最高的一个原则就是 在患者能承受的范围下 来善用各种方法 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好第一段我们就不再解释 看下一段 身体随时都在运作变化消耗热能 生病时消耗更多 体质会趋向更寒 故体内的热能只会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可说 根本不存在热性体质 既然如此 那么据以判定热性体质的热向症状 如怕热 口破 洗冷饮 灼热感 肿痛 肝血 发烧 潮热 口苦等 或寒热 焦杂体质的寒热向症状 如中医所谓的 虚寒火 上热 下寒 表热里寒等 只要外置手法 及外内热源到位即可化解 因此 不可误认为真有热性或寒热焦杂的体质 此外 需注意的是 由于以上种种热向症状 即使有轻重之分 究其原因 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在处理上 不但不可冰敷及服寒凉性药食 还需在按推原始痛点后 温敷及服温热性药食 好 这一段最主要争议点就是中医部分 中医常常就是早期听到我这一段 很多就跟我远离了 因为中医他们有寒热性体质 有没有 那他们是以果推因 也就是看到症状的种种变化 然后去分出你体质是什么 但我一路坐下来 却发现没有 所以当我要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我也蛮挣扎的 因为在还没有研究原始点之前 我也是中医师 我也是把脉 万文问缺我都来 我也是有寒热体质 也以前在当医师也开过人药 热药 我都开 那那时候我也觉得很自然 反正书就是这么写的 我就这么做 但直到我开始用原始点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是冰敷的 我都是温敷好 这个给我很震撼 那到底是患者讲的话对 还是我以前读的书对 如果你们是我 你们会相信患者还是相信书啊 对啊 医学是服务患者嘛 那患者绝对不会跟你讲假话 所以我终于一路这样做下来 就更肯定了 人没有分寒热体质 只有寒热相的症状 如果你看起来比如怕热怕人 好像这个是热相的症状 热相的热相的寒就是热相的现象 但这些症状跟现象不代表体质啊 体质是阴啊 也就果不等同于阴 这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中医会把这样来推断啊 你中暑太阳底下倒下去 所以中暑就要吃一些寒凉的药 包括某一些比较凉的药 比如吃西瓜 吃绿豆汤啊之类的 但这些都不足以解决 我发现越吃有时候人会越寒 那这个是在差不多2010左右吧 我提出来的 但要提出来其实是 我知道绝对悔多于益 也就是中医同道一定不能认同我也知道 那我也想唯一就是我还是如实表达 因为原始点最重要的是把 你发现不要加进个人的意见 也不要担心悔意 就直接的表达出来 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所以反正该讲的话 我最后还是讲的 然后我当时候的议期 也该得到的也全部得到了 但一路走来也始终无悔 我觉得这样反而很多重病 你们昨天也看到了很多重病 我们做出来了 反而他们还在停顿 而这些我们做出来的 反而都不是医师做得出来的 那道理已经很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面临到的 对自己的也是挣扎过才讲出来的 但我相信患者不会骗我 那事实也证明 确实这些如果说有热性体质 那很简单 我们还是按推还是温敷还是喝姜汤 它还是好 那如果有热那为什么吃了 反而病情不会加重 反而好了呢 那道理就在这里 原来就是一个热人的概念 好 那这个也就不多说了 那这个寒热之变 我认为可以修了 我现在也没有想再回答这些 这寒热的问题 因为中医同道在这里 应该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理论 那各行所事吧 因为原始点它之所以诞生 本来就诞生于医学的不完善 如果西医是完善的 把我太太解决了 我就照着西医入走 谁能解决疾病我就照着他走 但西医不能解决我找中医 中医的明医我也片房过了 什么明药我也都买过了 结果也得不到解决 所以我知道中西医都不能解决 我太太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中医能解决最好 我现在还可以看病收费 日子还过得还蛮好的 就不用到处漂泊是吧 但注定的就是都不能解决 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 另辟蹊径 所以也注定的原始点会走出 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但这一条路是值得的 我因为这样把很繁复的东西 让大家很快就学到 那学了马上可以用 我认为这个才是真理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不再延伸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至于含量性新药 如点滴 抗生素 消炎止痛药 退烧药 肋固醇 马飞 在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必然会比温热性药食消耗更多热能 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人服用一段时间后 症状也会消失呢 这是由于这部分人体力还好 身体的热能尚足以消化吸收含量性新药 使其成分得以发挥 进而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直接抑制症状 甚至使疾病痊愈 但对虚弱者 含量性新药 不但不能被身体吸收运作 以抑制症状 反而因其透支热能加重体伤 导致病情恶化 甚至危及生命 事实上 体力还好的人 最后能使病因改善 疾病痊愈 主要是靠自身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的修复 但病人及医师却误认为 是这些含量性新药的功效 以致有人长期服用 日日消耗热能 导致体力越来越弱 此时 若仍不知含量性药食的危害 而继续服用 必然会使热能蓄降 体力更弱 如此颠倒 必显危殆 好 这一段一直在讲含量的伤害 我想还是要放一下案例 譬如肝血 我们放两个 同时放 放两个肝血的案例 肝血案例 肝血案例 然后 变成全身性红屏症 那么如果就因果论来讲的话 西对于这恩的论法 他认为是自己联系 除了问题 那为什么自己联系的问题 他就再听上去 因就讲到这迴之 那么中医的因来讲的话 他們是辯證論資是血熱或是血躁症 看我這個全身發紅也蠻像是發炎的熱症 可是吃了他們開桌的當著涼血的藥 那吃了好幾年之後呢 就發現這個體質變得越來越寒 很怕冷 然後冷氣開了永遠就會受不了 那甚至於呢因為體寒的原因呢 反而反而這個又引動一些不太適合我體質 本來這個身材應該很病 比如說痛風 大概認為說胖 可是我進來又痛風 然後下肢勤的話也不是太好 像甚至還有一點高血壓 就不太像那種瘦小體質 應該有一個症狀 所以這個是乾血的症狀一個狀況 杨女士乾血歷經十多年 每日操作方法 一 浮姜疑兩次 但因很刺痛 後改用姜水噴灑拍臉 二 頭部原始點用暖暖包24小時溫敷 三 自行用工具按推頭部 上背部 手肘 四 早上練太極拳75分鐘 五 姜汤用量每天兩斤半熬煮成兩碗 其餘飲用姜粉 2014年3月25日 2014年5月14日 使用原始點前後51天 面部明顯改善 在中醫它變紅色都是屬於熱 熱 所以它就是認為熱性體質 所以才會開寒涼藥 但反而越吃病越加重 那另外一個也是紅 但是我們用熱 反而怎麼樣 改善了 而且很快 五十一天 那這樣的案例還滿多的 所以也就是一路這樣做下來就確定 像我們昨天放的很多案例也是 很多感覺都有熱像 但是你溫敷了 這些症狀反而都好 我們再放一個牙床癌的案例 牙床癌案例 我這個從去年 服業分到現在 當是牙齒開始化妝 化妝以為是豐富幸福 我就不去衛衛 照了幾年 服務分 照兩天大醫院檢查 他跟我講說 有牙床癌 現在都是 我都沒有去 他叫我開刀我也不要 叫我化療 電療我都沒進 我現在就用的是 用青草 把它吊在裡面 好 對 剛好 你要講之前 先把那個青草先拿下來 等一下沒有黏我會 噴到空氣會晃 噴到空氣會晃 那這個叫什麼 溫氛 你把我們的紅豆袋拿來給它溫氛 不是 但是我那個皮就沒有了 我用青草藥掉皮就掉了 你現在正在考一件錯誤的事 為什麼 所有的青草藥都是怎麼樣 盤的 你看 都爛掉了 這玩法 你們拿 好 那你聽懂了 這個以後都通通不能再貼什麼 好 那以後就是這樣溫氛 它傷口就會慢慢走 前後比對 2012年10月12日 10月29日 11月23日 前後43天 這是早期的影片 如果你們現在遇到這個 怎麼用 直接撒薑粉 對了 唯一答案 也不用什麼薑粉你什麼 都不用 直接就撒薑粉 很快的啊 那時候還搞了四十幾天 不過方向對了 雖然慢 好像我們雖然不是坐高鐵 但坐台鐵還是可以到 好 那這裡已經回答了 就是唯一就是 你要修復傷口組織受損 那還是要熱人啊 也不要分寒熱 也是道理這樣 那這個臉的皮膚病 我們說也是属於狀嘛 那狀一定必属怎麼樣 本處體傷 那本處體傷 所有的用法 一定要怎麼樣 重用內外熱源 這是必難 所以整個理論都已經 再清晰不過了 好 那我們再把最後一段 也念完 有熱能則生 無熱能則亡 隨著年長體衰 體內熱能會越來越弱 即使善用 即使善用醫療保健之源 也無法改變 熱能趨弱的事實 醫療保健之源 雖然無法維持 熱能不衰 使人得以不老 不病 不死 但卻可以 減慢熱能 減慢熱能衰退的速度 使人得以延緩衰老 自癒疾病 增長壽命 即使最後仍不免於死 但若能避免使用侵入性治療 及含量性藥匙 在熱能沒有額外耗損的情形下 就可以善終走得很安闲 由此觀之 要健康長壽乃至善終 就要善用醫療保健之源 即日常起居及藥匙 需避免寒涼的侵害 同時重視熱源的補充 並且加強運動 適當休息 放鬆身心 欲有他處體傷所致之病症 則須配合按推原始痛點才行 若人生卻已走到盡頭 就讓生命自然的凋零吧 好 這就是熱能 終究有用完的一天 就像你的手機續電量 終究有用壞的一天 那這個是不可免 只是說如果我們使用得當 會讓怎麼樣 生命可以延長 然後致意人力可以加強 遇到疾病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很安然度過 只是這樣 但不管再好的方法 最後有沒有藏身不老之藥啊 或是吃了永遠不會死啊 像秦始皇追求的不死之藥 有沒有 沒有啦 這個大家就不用幻想了 好 那我們如果走到最後盡頭 我還是最後一句話 善終是最大的什麼 人生的最大福報 所以一定不要再做一些侵入性的治療 救不起來了 就怎麼樣 讓它安詳的走吧 那安詳很重要 要有熱能才能安詳 沒有熱能它運轉的更不順暢 那過程就會更加痛苦 好 那這個在變音昨天也講完了 所以就不再重複 那我們這個熱能的單言就講完